小周说,3月30号晚上7点左右,21世纪不动产的业务员带他到杭州渔航棕榈湾二期看房,这是他第一次买房看房,那套房子在四楼有租客。 小周展示了看房软件,点进去看北侧卧室,空调附近的三面墙都发黑,面积不小。 小周说,当时中介解释是通风的问题,他就没有在意,当晚跟房东一起,到中介那里签了房屋买卖定金协议,房屋成交价236.5万,他交了5万定金,双方约好4月6号办理网签,4月5号他第一次进入那套房子看房。 从小周提供的视频看,北侧卧室靠外的这面墙,从天花板到地板附近都有发黑的痕迹,墙面似乎还有裂纹。 南边卧室靠窗位置的墙面有处发黑,部分墙皮凸落。 采访当天,小周在门口敲门,没有人硬。 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,影响往后续的驱住了,不能接受这个。 我现在诉求的话是退回我的定金,不进行下一步交易。 定金协议约定,出卖方保证房屋主体完好,不存在结构性漏水、渗水等。 小周认为,墙面发霉是外墙漏水导致的,希望解约。 21世纪不动产杭州棕榈湾店的业务员表示,负责人不在。 一位姚店长在电话里表示,棕榈湾二期是2004年交付使用的。 朝北的房间那确实就是霉点,是租客不通风的情况下,确实是有这种霉点产生的,并不是说漏水。 关键的点是在朝南的一个房间里面,有一些比如说翘皮啊、起皮啊这种。 房东这边是给我的回复是,当时是7楼有漏水下来,朝南的那边桥就没有去修。 后面反朝反上来的一个潮气产生的霉点。 房东就是说,现在它不承认是漏水的现象或渗水的现象。 交定金之前怎么没有让客户实际去看一下房子呢? 我们带客户去了,但是当时房子看不了。 看了别的房子。 同样户型,其实户型是一样的嘛。 然后我们也,我们其实心里也发毛的,我们也问他过。 他自己说不用了,我们就确定要认一套房子去他。 你没有问过,你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。 确定你不要。 姚店长说,十多年前楼上水管破裂,漏水到南侧卧室,房东一直没有处理。 小周提出退订金,还要再做协商。 这个能不能达成呢,还是要他给房东商量嘛。 我们一直在从中间协调,房东给出的答复是什么呢? 如果客户担心的情况下,他是可以把那边给你铲掉,然后外面的防水重新做一遍。 小周说,接下来打算先找专业人士来看看,到底存不存在漏水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